9月7號 北京當局通報 週二 週三兩天 共出現21例確診 其中18例來自北京化工大學昌平校區 另外3例為海淀區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的在校生 政府判定民大附中校內密接有570人 真實數據不明 但當局立即劃出多個高風險區進行管控 開學季來臨 預計仍有23萬大學師生和員工 將返京返校 而他們也面臨著嚴厲的政府封控 中共二十大來臨之際 對全國的封控越發嚴厲 臨近北京的天津市 出現了萬人大遷徙的景象 當局將柳安庄的上萬村民拉走集中隔離 中共對全國的封控斷斷續續已經近三年 經濟受創 失業率飆升 而當局不肯放棄清零的藉口之一 所謂的保護民生也沒有實現 在貴州省會城市貴陽市 從3號起 陸續封控了多地 包括號稱亞洲人口最大的小區 居住人口50萬的花果園小區 不少人在網上呼救 表示出現斷糧危機 線上搶不到物資 線下全部關門 而政府也不作為 還有孕婦表示 已經餓了好幾天 不過在政府的封控下 貴陽的疫情還在升溫 單日新增115例 新一輪疫情累積確診301例 真實數據仍待核實 新唐人記者宇婷 綜號報導 旁邊 zost 步驟 照顫